带您看到今天的另一个焦点是北一女的乐仪棋队 她们受法国文化部邀请即将到巴黎音乐节演出 她们也是台湾第一个正式受邀参加的音乐团体 其实北一乐仪队走过半个世纪 常常代表台湾出国表演 中美断交时期小绿绿踏上美国土地 成为国民外交的最好范例 爱丁堡艺术节、中欧管乐节等 也都有北一乐仪队的踪迹 帅气抛枪每个动作都精准落在点子上 毫不马虎 北一女乐仪棋队一行110人 14日要代表台湾出征法国巴黎音乐节 身为台湾第一个正式受邀演出的音乐团体 这群高二学生很兴奋 第一次跟学校要出国 当然是觉得很荣耀 因为我们不仅代表北一乐队、北一乐乐仪棋队 也代表了国家、代表台湾 所以觉得很荣幸 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小小国民外交大势的工作 多多的展现各位热情友善的台湾青年特征 想要在巴黎著名景点用音乐引起共鸣 这次三场演出曲目 特别加入Michael Jackson的音乐和悲惨世界的组曲 而为了练习高难度技巧还得小心 托如其来的血光之灾 就是有一点不小心 所以让就是棋子的肛尾就是甩到我的头 所以他流血了之后我就去棋检室封针这样 封了几针 六针 双手转枪跟双人抛枪 对然后一些就是 还有平常比较高难度的枪法都会集中在这一次的表演 台北市长郝龙斌也特地赶来授予台北市棋 为小绿绿加油打气 希望走过半世纪的北一乐仪队 继续踏着音词缓发的步伐 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另类焦点 新唐亚太电视鲁天长张之宣 台湾台北赛报道